4月21日台中7岁男童上柔道课 短短90分钟 遭何信教练以及小四学长轮流重摔27次 导致卢奈出血或迷不醒 他的脑压是有下降 但是不代表他的脑伤都是不复原 看着原本活蹦乱跳的孩子没了生气 躺在病床上 男童妈妈心都被撕裂了 现在他除了希望有奇迹出现之外 也希望大家能解开对舅舅的误解 针对舅舅你们在质疑他拍摄影片的动机 其实不是像你们所讲的那样子 因为我们都会记录孩子的成长 在那一天舅舅会录那个影片 是因为他发现怎么跟之前一些训练好像不太一样 然后他把拍摄的影片是要回来跟我讨论说 是不是这样子的力道不是河滴滴我们就不要上了 而且拍摄这个影片并不是在当下发生的时候 是在发生的前半个小时 在发生当下的时候 其实九九是冲过去问家庭说他怎么了 他怎么了 可是家庭跟他讲一句话说他在装的 可是九九觉得不对劲赶快打救护车赶快叫救护车来 不是像你们讲的说 九九在当下还有心情还是不是这样子的 男童妈妈表示离婚后搬回娘家居住 男童的九九穿了他的后盾常常帮忙照顾孩子 所以我拜托你们不要再讲九九怎么样了 九九真的很疼这个孩子 小朋友跟我还有阿嬷九九 我们是住在一起 你们大家这样责怪九九 我这个做妹妹的心很痛 而且我还有个妈妈 大家这样讲他儿子他很痛苦 因为事实不是这样子 我九九很质责真的很质责 他比我更爱这个孩子 我拜托你们不要再讲他怎么样了 儿众摔男童的小四学长 男童妈妈表示愿意原谅 我不怪罪那个小四男童 那个学长我不怪罪他 因为他是一位教练 叫他跟弟弟这样摔的 所以我不怪罪那个孩子 因为今天我相信他的心里也受到很大的伤害 一个小小年纪他必须要去做笔录 或者相关的 他的心里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了 所以我对那个孩子我原谅他 他的父母我也原谅他 所以不要再让那个孩子受到伤害了 我的孩子已经躺在那里 不要再电话跟孩子受到伤害 不要了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请爸爸妈妈带你来医院 探视一下韦韦 跟韦韦讲一下话 因为我们相信如果你肯来 你把你心里的话讲出来 相信我对那个孩子未来 阴影应该不会这么大 男童妈妈出面替舅舅还家 也愿意原谅小四学长 但对于前夫提出八位数求偿部分 他只表示两人会在沟通商量 地方中心台中报导